张宝在成都当支县的时候 有华阳的李渭的妻子 在四川地基最为美艳 张宝想要与他师通 到处请托尼姑奶妈 为什么会找尼姑 我们就不知道 出家人怎么会管俗事 到处请托尼姑 这个民间可以讲尼姑 我们学后人不能讲尼姑 我们要讲比丘尼 或讲僧然 尼姑就比较通俗在讲 俗人在说 到处请托尼姑奶妈 暗中转告他心中的想法 久后久之 李妻也有疏通的意思 刚好李渭因贪张王法 被挤花 张宝就向皇上弹劾他 并把他监禁起来 彻底查办 后来将他流窜到领外 死云突中 张宝呢 以后里贿赂李渭的母亲 强行 起走李妻 两人呢 如以夺水 欢乐不已 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 李妻生病 精神恍惚 就是他的前夫 这个李渭的烟魂已经到了 烟魂到以后 这个李渭的棋子当然会四大不挑 福报用尽了 那业障就会现前了 俗话讲死期就到了 死期已至了 所以李妻生病的时候 精神仿佛 看到李渭站在身旁 你看 烟魂已经来了 烟魂已经到了 临终的时候告诉张宝说 我深深感谢你对我的恩情 不敢不将实情告诉你 李渭已经上述上天了 已经投诉上天了 早晚要起走你的性命 说完就死了 过了没多久 张宝也生病了 英雄想起李妇所说的话 防患非常严密 一步也不敢外出 有一天傍晚在家里闲坐的时候 远远的看到堂下竹林中 有一位穿红袖衣服的女人 轻轻地向她招手 招呼她 招呼她 张宝在仿佛之间 以为是李渭的太太 赶紧前往一看 原来是李渭 李渭将她捉住并痛打她 戳骂她说 你这贼子 如果不是化成红袖美女 你怎么肯来 你怎么肯前来 过了一些时候 鼻子就出血 跟家人说明此事的原因以后 就死掉了 啊 感谢观看